康熙明明收到了捷报 脸色却阴沉的吓人 老谋深算的明珠 一眼就看出不对劲 他立马提醒大皇子外甥 等皇上问起来东南战士 你可得好好表现 果不其然 康熙当晚喊来明珠所额图两大重臣 通知了师郎攻占金煞的败报 老大第一时间站出来 自行带兵驱赶师郎 康熙并未表态 而是问起其他两人 明珠所额图对视一眼 都认为不该反应过度 否则会引发百姓无端恐慌 如果派精兵猛将奔赴东南 又会让京城百官不安 蒙国的王公大臣们 等着朕召见安抚 如果他们一旦得知东南叛逆的话 会不会寻心有事 他们有三万铁骑 会不会因此唇唇于动 康熙愁得要死 灵机一动想到了圣经的周回宫 三藩之乱就是他带兵平定了 事后被康熙过河拆脚 扔到冰天雪地监视起来 一晃就是十一年 如今战乱在一起 皇帝第一时间找的还是他 对于大阿哥的侵战 康熙给出了勇猛可嘉 智商不够的评论 车驾到达圣经后 蒙古各族王公赶来迎接 当面大表忠心 康熙接见顽众人 环顾四周 愣是没发现周培公的身影 一问才知道 对方请了病假 本以为他是埋怨自己的无情 故意没来迎假 怎料周培公是真的重兵缠身 估计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直到这时 康熙才说出自己血藏他的真正原因 你破茶海儿平无三桂 为了大清 立下那不是之功 只可惜你是个汉人 而且手中还握有二十多万雄兵 满朝上下飞升不断 都担心你成为第二个无三桂 对康熙来说 满朝文武和八旗将士的团结 压根不是一个周培公能比的 所以不得不牺牲他 来安抚众臣 把他放在圣经的目的 也是因为这里是满人的老家 更方便对其监视 周培公自然清楚这些 他等了十一年 就是想听到康熙亲口说出这番话 心里的结也彻底消解 惭愧啊 我一直在想 一旦有机会 朕还要启用你 为谁还有何用啊 朕想让你攻打台湾 一旦攻城 便是刘明清史的盖世起功 底干岛屋三桂牛多了 周培公顿时热血上游 但下一秒就拈了 他现在是心有余儿力不足 大概率是熬不过冬天了 但你给朕推荐一个人 和你一样的人 周培公想了两秒 向他推荐了姚启胜 别看他默默无名 本事可大的厉害 随后又提醒康熙 对方也是汉人 姚启胜 朕回头好好尝一尝 啊 你累了 朕先走了 不料周培公却喊住他 声称自己花了十年时间 画了幅小画要送给康熙 只不过这玩意儿有点大 得拿回大殿展开看 康熙原本并未在意 可当这幅画露出真面目时 他瞬间虎去一阵 急忙拿起蜡烛走进观看 同时派人立马去请周培公 想要当面向他道谢 可惜周培公虚弱的根本张不开嘴 只能带着无尽遗憾离开人世 得知周培公死了 康熙瞬间愣在原地 下指破例停朝一次 并为其守灵一夜 这带雨经的众臣目瞪口袋 直到次日一大早 他们才明白了其中原因 原来周培公花了十年时间 绘制了一幅清朝最完整的版图 同时也是中国自古以来 最经最权之徒 并在临死前 向康熙指明了未来战略 大清如今的两大隐患 一是台湾正经 而是蒙古格尔丹 在朝廷平定西南三藩时 格尔丹也在一步步 收复蒙古主王 陈料地 他的最终目的是统一全盟 虎视中原 与大清争天下 格尔丹的西侧 有西藏达赖喇嘛暗中之远 东侧有俄罗斯比的重兵压境 一旦三方联手 朝廷将永无宁日 而要想平定格尔丹 就必须先收台湾 只因东南个省赋税占据天下大半 东南不稳 大清就无力西征北进 别嫌这个脑子小 有些事情是要从小地方做起的 臣斗胆气揍 抛却隐患 起 康熙一听整个人都猛问 自己咋能有这么个老张人 索额图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自顾自地表示台湾弹丸之道 没必要为此操心劳累 不如气劫 可保内陆永久的太平 皇上 台湾万不可气 虽是弹丸之道 但也是大陆的丑族啊 动不动就气 此外败家之举 这话算是说到康熙的心肝 他立马想起周培公 昨晚推荐的人才 询问摇启盛是何方神圣 见台下无人作答 便将目光看向索额图 老头管理力部二十多年 全国六品以上的官员履历 没有他不清楚的 哎呀 这个姚且盛大 确实是不通凡响啊 这别人当官是越当越大 他当官是越当越小 早在顺治二年 这哥们就是从二品的福建巡抚 之后几十年里 他三年一小匾 五年一大匾 大错不犯小错不得 直到康熙五年 被塞到盛京郊区的一个马场 担任九品四九 康熙直呼离谱 大清的各级官职 这姚且盛一级没烂 都当了一点 可越是如此 康熙对他的好奇就越大 周培公这辈子就给朕推荐了两个人 一个是土海 另外一个就是姚且盛 土海嘛就不用说了 功不可没 这个姚且盛 他当即打发李德权去请姚且盛 特地吩咐要隐瞒身份 康熙预感这家伙 绝对是个聪明人 之所以屡屡抗胜 就是以笑骂为护身之法 隐藏自身的才华锋芒 主打一个远离朝廷 躲避政治漩温 明珠忍不住提醒他 这种人 齐言往往雕度 齐心往往不忠 那就要看朕的本事了 人才藏在人海里 就像锥子搁在裤兜里 这锥子嘛 一个是要出头 二是要扎人 朕 想碰碰这个锥子 康熙的猜测一点没错 话说李德权出宫后 态度嚣张不可一世 百姓必知唯恐不及 他起码撞倒一个瞎眼老太太 竟直接破口当了 随手丢了几两银子就要走 一旁的老头看到后 用最硬的口气 说出了最怂的话 李德权奉康熙的旨意来找摇起身 结果却被一个老叫花子拦住去路 硬是让他下马 给被撞到的老太太道歉 李德权这辈子除了康熙 还没受过第二人的气 立马抄起鞭子 对着老头一顿猛抽 发泄完怒火后 又转身趾高气昂的询问围观百姓 三里河马场的地址 等到了马场后 叫花子表示要进门通报 李德权当场被气消了 一个小小九品撕就关 老子的马都比他金贵 马溜的让他出来磕头 不料这一等就是俩小时 李德权火冒三丈 直接带人硬闯 竟发现坐在大堂上的 正是之前被打的老叫花子 他正是摇起身 李德权自知理亏 只好开口道歉 但语气依旧嚣张 李德权瞬间脸色大病 一把掀翻住案 看着摇起身的无能狂怒 他猖狂的哈哈大笑 老头半点不惯着 直接按照大侵略 给他定下了仗势欺民扰乱指案 外加鞭持朝廷命官的罪名 两罪并法 先抽了二十马鞭 后又打了三十大板 李德权打死也想不到 身为皇差的他 竟然被一个九品小官 打成这雄鸟 回宫后立马向康熙告状 对于事情的经过 他不敢有丝毫隐瞒 在康熙身边 干了这么多年的太监 李德权深知一个原则 瞒谁也不能瞒皇上 如此看来 是你势力在先啊 奴才治罪了 朕跟你说过多少次 出宫以后不能外嫁 你呢 却纵马伤人 但很快康熙也意识到 姚启胜肯定是故意这么做 李德权的太监特征如此明显 那老头又不是官场新手 不可能看不出来 摆明了就是打自己的脸 可话是这么说 康熙想报仇也报不了 但从这件事上 天王老子也找不出 姚启胜的罪过 话嘛 姚启胜即使有本事 也是下三滥的本事 争较台湾 贫的是天子气概 堂堂正正 朕就不信 少了姚吐夫 就得吃莲猫猪 康熙当即下令 让皇长子印之前往福建 配合靖汗将军萨默 收复金下两地 他还特地叮嘱老大 只可路上基底 不准下海追寇 至于姚启胜如何处置 康熙直接让所额图将其打入大牢 咱们皇上 臣已何罪金啊 贪赃 不是说石棺九贪吗 姚启胜不依素食 无人向他心灰啊 那就 独职 皇上 三里河马场每年向朝廷提供千匹粮马 兵部上个月才刚刚嘉讲过 康熙一听整个人都骂了 老子堂堂皇帝 抓个人进大牢就这么麻烦吗 罪名啥的你随便捏一个 让他在大牢里待满三个月 少一秒都不行 要好之好喝供着 不审不问 不理不睬三个月内 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讲一句话 真要把这个能免鸟背个半死 杀杀他的傲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